十全十美衡阳阳土头碗 你吃过吗 说起衡阳土头碗 不仅是衡阳的一道名菜 也是中国的一道名菜 1979年编入中国菜谱 又名御林香腰 和湘君名将彭御林有着莫大的关系 相传官至兵部尚书 太子少保的湘君名将彭御林发席后 代客推出头牌菜就是衡阳土头碗 此外土头碗也有团圆吉祥 官运亨通 复古登高之一 在衡阳 有土头碗的年夜饭才算有年味 尽管叫土头碗 但它可不土 店酒席上它是最先端上做的一道菜 它将草鱼丸 红薯丸 黄雀肉 蛋片等会集成一碗 最上面覆盖雪白色的鱼丸 和金黄色的蛋片 下面则是黄雀肉和红薯丸 碗底还藏着鸡蛋 红枣和莲肉 一碗叠七层 从下至上呈玲珑宝塔形状 因此它也被称为七层楼 一碗土头碗 不仅让你品尝地道衡阳美味 更让你跨越时空 感受衡阳人民 祖祖辈辈 对美好新年的期待 与奋斗寄托